泰玛里乡释迦果园蓄水池近来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 于是当地的释迦农是借着县政座谈会 建议期盼县政府能够协助农民找井取水一粒灌溉 农业处表示虽然从未遇过替农民找井的案例 不过接下来也将会协助当地的农民争取资源 解决释迦农的灌溉问题 位在泰玛里的花园蓄水池 绝美景致吸引网友们争相前来打卡拍照 而蓄水池的功能绝对不仅仅是拍照而已 地方上的农民灌溉作物 大多需要仰赖蓄水池出水 但近来蓄水池的水量变少 而农民们苦寻水源无果 于是借着县政座谈会提出需求 期盼县府能出手协助 我们民众已经申请了无数个蓄水池 可是蓄水池都没有水 因为是水汁 刚才没有讲到水汁也不够了 所以可以不够请我们县府可以帮忙 其实用释迦班的名义做一个着景 因为真的是山上找不到水汁也人 是不是说我们为了要给我们的农民灌溉使用 所以可不可以说用释迦班的名义来 申请一个一处的着景 释迦农想要宪府协助着景 农业处则表示不仅是第一次接到这个请求 在获得水源后 水源的管理及分配也是个问题 但农业处承诺将会替农民朋友寻找资源解决 宪府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没有帮人家打过景 基本上都是中央看看有没有机会在那个水泡局台中分局 看看能不能去要一些经费 那我们可以我们有遇过的案子是水泡局那边委托 我们即使是要给产校班合作社这些 然后委托选政策来做的 那个我们可以帮忙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你们有提出这个需求 我们再来跟这些机关沟通一下 就是他必须要 第一个要有预算 第二个还会有一个基本上会要分给那么多人用 那水泉就不用讲 那分给那么多人用要有一个管理的条例 然后那个未来的管理的电费水费 那怎么分怎么根根的这些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跟你做沟通努力 来帮你们找管道府可以要得到钱这样子 在泰玛里山区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早景取水也许是个值得讨论的方法 但随后衍生而来的问题 也需要县府与农民们去思考 包含山坡早景的费用将高于平地 而取水及用水的规范 还有水源分配要如何订定 这些问题将考验着释迦农及县府团队 记转其轮 泰玛里相报道 感谢观看